西游中最富有的人是谁 有人会说是李世民泱泱大国之主 拥有的财富数之不尽 可惜当年被两个狗死人拉下地府 半路遭遇鬼门关 需要用英才打发小鬼时 李世民摸了摸口袋 竟然没有半毛钱 也有人会说是犀牛精 当年孙悟空抓走犀牛精后 八戒和沙僧搜刮了犀牛洞的财宝 原著提到八戒与沙僧将他洞内吸软宝贝 搜出一旦放在外面 他俩又进去放起火来 把一座洞府烧成灰烬 财宝只是明面上的财富 暗地里犀牛精和金平府的百姓有过协议 金平府每年向他们供奉1500斤苏和香油 犀牛精则保证当地风调雨顺五谷风登 根据雌云寺高僧的说法 这苏和香油每一斤值32两银子 三缸共该银48000两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已经进行了1000年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很离谱 但犀牛精还不算上犀牛最富有的人 在犀牛中最富有的人其实是如来佛祖 他受四大不周万名供奉 每日香火源源不断 他那经文每念一步就要收 三斗三升米粒黄金 根据明代计量单位一斗米约18斤 换算过来就是60斤黄金 这收入恐怕连玉皇大帝也要眼红 恶分量一斗米粒黄金 行动 你刚才想到现在的火源 老大帝也要中识到